我們問一下說目前各界捐款給花蓮的進度大愛如何 我們再一次的表達感謝對台灣省城隍廟人機緊急的大愛精神 來捐助花蓮這次的正在一千萬元 給不幸的罹難者以及輕重傷者 讓這些無家可歸的這些災民能夠得到最多的協助跟幫忙 我們再一次表達感謝也希望大家能夠做好事存好心說好話 大家一起來救助災民可以這樣說2018年花蓮的災民只有200戶 這次的災民高達1700多戶無家可歸四五千人無家可歸 我們希望所有的這些全國的愛心的人士 能夠給花蓮縣這些災民最大的支持協助幫忙 人在座天在看 好我們把最大的愛心送到這些災民身上 我們誠摯的表達感謝 總之我問一下就是當初怎麼呼籲那個國民黨委員 美人要捐兩萬塊給花蓮 這沒有這個事情好 這跟我沒有關係好 我可以請教一下你剛剛有提到說要提出那個重建條例的部分 那個已經下架了沒有沒有這個事 你剛剛有提到那個重建 對對對對好 我再一次的表達因為這一次的災情非常非常的嚴重 光是東華大學的重建叫二十幾億 那整個太魯閣國家公園的風源如果要重新開啟的話 那不是三十十億能夠解決 還有所有的道路橋樑還有將近二十幾棟的十三層 十四層十五層的大樓要改建或是重建 紅丹戶有幾千人要來照顧 我們再一次的表達希望大家能夠秉持對災區的一份愛心 同島一命來救助這些災民 所有的所有的這些是是非非我們再一次表達 一切依法辦理一切在陽光下全部都是公開透明 上網就可以看到對於所有的在大災大難的時候 還傳播不時的謠言我們深表遺憾 我們再次的向大家來誠摯的希望 這個時候我們來協助災民 讓代代的子孫都有滿滿的功德 好 謝謝我們 最有感的膠原蛋白生態 即日起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養顏美容增強行動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裝好攜帶成分天然零添加 無吸藥不含重金屬安心食用 兩款包裝給你滿滿膠原蛋白 桃紅包裝助養顏美容 藍色包裝增強行動力 心動了嗎 現在就上快點購一起健康下單吧 紅包裝好攜帶成分類